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何用 二个人只一条心 只听到一把声音 到最后面布了牺牲 看谁的心比谁轻 看谁的命比谁赢 踏上这一只长架 是爱的金牌下来 颠覆了时代 风雨水不能同在 时间在比赛 就在这千里之外 潮白窜开 一个两个三个到下来 汹涌旁白 一个时代的活该 反不着感慨 血流成一片大海 来不及无奈 千年和历史还在 我们是翻天覆地里 一只蚂蚁 一滴深海 接近他 希望暗中监视他 可以有所发现 果然 没有让我失望 昨天东国人来说 九指铁匠就在西城 当你们出去之后 我也马上跟了出去 不要过来 准备 哎呀 匪 我这道伤痕并不是风车所成 而是刀伤 说不定是你在风车的伤口上 夹上一刀也是真相 这个伤痕也不能确定你的身份 凤五九天 却是凤老庄主不传之谜 你却是凤老庄主的女儿无疑 你还有什么要说 我要说得很简单啊 来一姑娘亲近你 并不是因为你武功高强 也不是因为你有魅力 而是为了要查案 如果让她再一次选择我或者你 她肯定选我啊 是不是啊 就是嘛 也许是该接她来的时候了 接谁啊 一个知道红花道是谁的人 还好吧 还好 这位姑娘你辛苦了 擦擦手吧 谢谢公主 这位是扁苏问扁姑娘 是神医 哦 原来是神医啊 怪不得双手这么漂亮 一定是救人无数的关系啊 喂 简点一点吧 苏问姑娘可不是随便乱碰的 我是客气啊 喂 你在干嘛 不知道啊 双手又痒又热的 怎么会这样的啊 我不是早跟你说过了吗 素问姑娘可不是随便能乱碰的 为什么会这样啊 是你干的 素问爹娘是生官死结贬氏夫妇 他爹医术神通有回天之力 他娘用毒如神有催命之能 素问及两家大成 生死只在他举手之间 姐姐太夸我了 素问普流之至 不过耍点小玩意儿 以防遇上无赖之徒 得以自保 那怎么办 我中毒了 我不想这么死了 这好是个病啊 以防性命 不是吧 看起来 看起来就没事了嘛 好啊 公子奸向了 素问身上的啄汁粉 并非剧毒 只要涂上这些寒鸭伞 这位公子当无大碍 你去拿 来 来 来 没事吗 哦 这位到底是谁啊 你自己看吧 爹 爹 姑娘救了我爹 恩同再造 请受来仪一拜 姐姐不必多礼 怪不得你漫不经心的 原来你还留了一手啊 事关机密 跟你说了只会坏事 不坏关你什么事啊 凤老庄主 是唯一目睹血案 尚在人间的人 也可能是唯一知道洪花道 真实身份的人 我不能冒险 喂 当时的情况你知不知道啊 当日的情况 我只是根据现场的情况推测 其他的事情还要等凤老庄主醒来以后 才能问清 嗯 那最好了 之前他的脉象散乱不堪 乍密乍书 如今总算好转了 我看 这两天 他该会醒过来了 一个人在下棋啊 你有看到其他人吗 你可不可以直接回答问题啊 一次也行啊 算了 闲着无聊 我跟你下一盘吧 不过呢 输了的要向对方说 你真棒 你又帅又聪明 我要拜你为师 怎么 怕啦 好 下一盘吧 你先下 想那么久 怕输啊 真好吃啊 好吃吗 你看你看 你又来了 你能不能直接一点啊 香香姐做的桂花糕真是极品哪 人生乐事 干嘛 没什么 下棋 你的棋衣还可以啊 不是还可以 而是非常好 其实啊 我学什么呢 都能马上抓住窍门 只不过 就是没有耐性研究下去而已 不然啊 我比你强一百倍 不一千倍 为什么不钻研下去啊 天底下美好的事情多着呢 玩玩这个再玩玩那个 不是更好吗 你输了 你输了 刚才你说输了要怎么样呢 我忘了 你再说一遍 咦 香香姐 我哪有书啊 我敬重老人家 今天就不跟你计较了 你也不用叫我帅哥给我拜师了 改天再来吧 试陪 又聪明又麦皮 真的很像杨诚啊 这是问题吗 是啊 是问题啊 回答我吧 你回答之后 我还可以帮你做一件事情 要不这样吧 我去帮你收拾房间好不好 去歇歇吧 换我来守护 从昨夜开始 你一直守在这里也该歇歇了 风老庄主是续案的关键人证 我不会让他出事的 我守护着的不是什么人证 而是我爹 我娘死得早 小的时候 就会和我爹相依为命 我生病 我受伤 爹都在我的身边 没有责骂 没有教训 就像现在我一样 静静地守护着我 我小的时候 在山上练舞 常常练到日落西山 也不肯回家 来啊 练得够累的了 来啊 回家吃饭了啊 爹 看着父亲在夕阳下的剪影 我心里就觉得温暖 如果你爹知道 你为了替他报仇 混入青楼查探 他一定会很难过来 爹曾经说过 文师科举会落地 武师拼比会受伤 任谁也会有抹灭不了的伤疤 可是人生不只是只有这些 只要为了爹 就是遇上再大的苦 也值得 凤九天一定是个非凡的人 她的确非凡 你也是个非凡的女子 素问姑娘不但漂亮医术又好 真是人见人爱呀 你不怕我身上的毒吗 我只是想交朋友而已嘛 你不会向朋友下毒吧 去歇歇吧 我来看着 记住不要让火熄了 否则药性会有变化的 炉火小了 去拿点碳来 我跟素问聊得好好的 你为什么要进来搅局啊 又为什么要我去拿碳啊 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好了 你别老是对我呼来喝去的好不好 抓红花道是这样 现在又是这样 我不是你的下人 如果你有什么安排的话呢 好好地商量 我当然会配合你啊 不就是想偷懒吗 何必要费这么多口舌呢 好啊我去拿摊 你来看着火 你会耍性子 我不会吗 你不看我也不看 混蛋 混账东西 喂 他不把你放在眼里 其实是怕你骄傲 他已经很看重你了 他要你守着尖药 是不想让红花道有机可乘 凤老庄主是重要人证 那可是对你的信任呢 拿碳算是信任吗 也许你不知道 其实他对你挺好的 这就叫挺好 如果他对我不好的话 那我岂不是更惨 我看哪 他只不过是缺了一个小工 找我来跑腿而已 你知不知道 本来这个当小工的是他的徒弟 名字叫杨晨 跟你一样会耍赖 你不要忘了 如果这局棋我赢了 你就要让我去跟猛龙大叔他们 押运黄金 你也不要忘了 你的棋衣是我教的 你赢不了我的 你输了 什么 不是吧 没棋了 认输吧 香香姐 她来了吗 师父 我没有输啊 我不止没有输 我这一下子啊 你输了 小鬼头 说话算数 你可是答应过的啊 香香姐的桂花糕啊 可真是人间极撇 好知极了 嗯 想不到那个木头人也会有一个像我这么聪明的弟子啊 真是没想到啊 可是凤庄一案 杨晨死了 你心心里面很自责 如果她坚持 没有让杨晨参与那任务的话 杨晨就不会死了 虽然她一句话也没说过 可是我知道 她心里的痛 别人是不会知道的 自从那以后 她就没有再下过棋 她愿意跟你下棋 已经是对你另眼相看了 我知道 她对待你 就像对待杨晨一样 其实在她心里 她已经把你当作她的弟子一般看待了 好 怎么了 看西洋啊 又不用跑到这么高的地方吧 有时换个角度看事物 会看到一些平常看不到的东西 在屋顶看西洋 和在后院看的就是不一样 当捕头查案 有时候钻进牛角尖了 换一个角度 就可以看到新的线索 也许你这个神捕或许真的 有那么一丁点名不虚传 也许有那么一丁点了 谢谢赞赏 别客气啊 在想什么啊 没什么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人有悲欢离合 你打算考状态呢 你打算考状态呢 我知道你因为徒弟的事情很难过 也很难受 所以变得不尽人情啊 可是死者已已 活人还是要继续活下去啊 六扇门中少说也有一万几千人 每天为了吉卜凶徒 追查恶贼而牺牲的不计其数 我哪有那么多功夫 为每一个死去的同胞而难过 你只顾把功夫浪费在跟人嘀嘀咕咕 说些不知所谓的话上 下一次死在红花道手上的 可能就是你啊 我好些好意关心你 你却 谁用你来关心我 根本就没事 我不跟你说 怎么 是你把阳臣的事告诉佳琪的吧 这算是一个问题吗 如果是的话 你也要回答我一个问题 或是替我做一件事情 这不是问题 是投诉 你不要再自作主张 把我的事告诉别人 我猜得一点都没错 看来你对佳琪真的很看重 要不然的话 你不会这样子跟我说话的 她只是个不学无术的小鬼 可你每次教训阳臣的时候 也说她是个不学无术的小鬼啊 她不是阳臣 你知道就好 佳琪比你想象中聪明多了 是个难得的人才 而且脾气也跟你很像 所以你要对她好一点 不要让自己再一次后悔 知道吗 一天一夜没睡了 你已经一天一夜没睡了 休息一会儿吧 你真好 只要是女孩子的事 你总是要操心一番 你别误会啊 我没有别的意思 你这么孝顺 我对你是一番敬重 你去休息吧 这儿我看着就行了 我还好 你放心吧 你也不想让你爹一醒过来 就看到一个头发蓬松 双眼红肿的女儿吧 她会马上再吓晕的 放心吧 我就算不要命 也会保你爹安全的 总可以了吧 那谢谢你了 我去歇一下 去吧 怎么样啊 很快就好了 凤庄主吃过这铁药 相信很快就能够醒过来 到时候抓到红花道 你的大仇就得报了 谢谢 不用客气 怎么了 没什么 只是被汤药溅到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刚才我正要倒药 谁知药宝突然爆炸了 如果要杀人 这个爆炸程度未免小了一点 如果要毁药 又未免太费周折了啊 这个爆炸程度未免小了一点 如果要毁药 又未免太费周折了啊 他公的 孩子呢 怎么发 customer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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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rds 特 Node hus выз Zhou 咱 较 上面 丫 咱 viele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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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爹 爹 这是怎么了 爹 你不能死 你不能丢下我一个人 不管是我不好 爹 爹 我不应该离开你 爹 你快醒醒啊爹 爹 你不能死 我求求你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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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炉内有残余的火药跟羊皮碎屑 相信是有人用湿润的羊皮包着火药 藏在炉子底下 待火炭烧到一定的时候 湿润的羊皮被燃穿 火药便爆炸了 怎么会这样 我们已经十分小心了 每次让凤庄主吃药之前 总会试一试 看看有没有问题 而且 不论是凤庄主还是煎药的 都一定有人看守着呀 为什么红花道会有机可乘呢 不论是 是我 是我在煎药的时候 离开了一阵子 对不起啊 我答应过你 一定会保护你爹的 可是我 哥哥 别乱入了 你又要走 你连鉄 我答应是 就吃了 你去吃完 你去吃了 我去吃了 你去吃了 让我吃了 加油 我去吃了 练得够累的 来 回家吃饭了啊 什么 düny 自己抱着 你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啊 谢谢 我们该怎么办 现在一切线索都断了 线索都断了 可以怎么办呢 有时了 还有两个时辰天就亮了 睡吧 是啊是啊是啊 睡吧睡吧快睡吧 好 早点休息 养好精神 再看老大有什么安排 我们一起抓红花道 我不会再见师父了 我没有脸面当好侠了 我觉得自己也好失败啊 我不玩了 难道你要放弃啊 对放弃了放弃了放弃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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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琪她说她要退出 你去劝劝她吧 我从没有见过她这样沮丧的 要她去 没自信的人我不要 什么事啊 没什么事 我只想找你喝杯酒 可是你已经睡了 那就算了 我刚刚烫了一壶女儿红 女儿红光听酒名 你就已经垂涎了 你那么好色 我们喝一杯吧 你真好 你真是无可挑剔 很多我不会做 但必须做的事情 你都把我做了 就好像安慰我的手下 你是每一个男人 梦寐以求的女人 你应该得到更好的 得到更好的 最好的 最好的 你知道吗 其实 我已经得到最好的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什么要逃避呢 为什么要封闭自己 为什么 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嫁琪 嫁琪 嫁琪啊 怎么不高兴啊 怎么了你 我和没用都是我不好 没看着煎药 不算兰姨的爹就不会死啊 要不是我武功太差 兰姨的爹就不会死 要不是我自以为是 兰姨的爹也不会死 都是我的错 我没有啊 我真没有啊奶奶 别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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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琪啊 不要哭 不要哭 奶奶希望你开心就好 妈 妈 不要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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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出去吧 你别这样啊 甲琪 你躲在被窝里根本无济于事 当男人错了 就得勇敢地承担 像你现在这样 躲在这里自圆自异 根本于事无补 你现在要做的 是勇敢地站起来 把红花道找出来 来 我们一起去 我说的话 你们是不是听不懂啊 滚吧 快点滚啊 滚 滚 甲琪她怎么会这样 从我认识她 就没见过她这样 她到底怎么了 你不会明白的 她从小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遇到什么难题 都以银两解决 这次失败得那么难看 没有人帮她 只有靠到自己了 那怎么行 红花道的线索断了 现在佳琪 又变成这个样子 总得想个办法 我们该怎么办 快点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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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 是她看不懂事 我才不是的 刚才我看着她跑 所以就追她 她被我追到 有打内情 所以被你们误会了 我是路见龙平 帮忙追贼的 我才是的 好了好了好了 这件事情很简单 老爹 你什么东西被抢了 我被抢了一袋子钱 钱袋里有三个一两的银子 其中一个有缺口 只有九千七分钟 另外还有八个铜钱 你看那 你看 不是我 不是我偷的 不是我 你看 三两银子 其中一两缺了一小块 还有 七个铜钱 怎么说 不是我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够 不用夹骗了 把她拿到官府去 走 等一下 只有七个铜钱 是啊 老爹 您记错了 不过这有您的 眼睛虽然看不见了 但钱袋里有多少钱 都记得那么清楚啊 啊 想我钱袋的不是他 是他 老爹 你不冤枉好人哪 大家看看 在他的袋中 是不是有一个 景格元年的铜钱 我记得 我的铜钱里 有一个景格元年的铜钱 因为已经用了百年 所以磨损严重 大概只有七离六号后 铜钱边有十三个缺口 老爹 果然是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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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是你刚才偷偷把钱 放在人家灯里的时候 掉了一个出来 你都不知道 真是狡猾 有证据吗 他看见我偷了吗 没有证据啊 你 你分明是欺负人家 看不见吗 我没有欺负他 你们也不要欺负我 没有证据 就把我放了吧 这位小哥 你可是身穿黑布苏衣 身身有一柱灵铜刺的护身符 在鱼市场做苦力的吧 诶 你怎么知道 刚才被贼人拿钱袋的时候 我曾经抓住过他的手 我摸到他的衣服 是二十四针枝的麻布 就是粗麻布嘛 衣服之料有点粗糙 被粉膜的感觉 那就是黑色的了 因为要漂染黑色的衣服 要用黑石粉 燃料掺进布里 就有那种粗糙粉膜的感觉 灵铜山上盛产佛杜松 这人身上就带了一点佛杜松香的味道 还有 那人身上有鱼腥味 但触摸之间 他手上却没有铁气味 那就是说 他不是拿刀杀鱼卖鱼的 所以 就该是在鱼场孕鱼的苦力了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竟然比睁眼太厉害 只是小意思而已 这不小意思 怎么能走 走 走 老弟 你太厉害了 过奖了 过奖了 散了散了 没事了 真的不能小看有缺陷的人 幸好 我是从来不偷身体有缺陷人的东西 这就对了 对啊 所以我是从来不偷你的东西 什么 因为你的脑袋有问题 我走 晚安 去哪里 去介绍你不能小看但有缺陷的人 你认识那位老人家 是 你是 是我 是我呀师父 能啊 果然是你呀 师父 没错 他就是我师父 人称天下第一巧手的鲁指 趕草 佐倪啊 快 快起来啊 师父来了 快走吧 别来吵我 师父要请你吃饭 我 palm 快走啊 走啊走啊 快起来吧 别吵我 개인担良 你别吵我 对呀 起来吧 走吧走吧 走吧 别吵我 我要睡觉 fallen把ada 不要闹了 走吧 师父来了吗 快走啊 不要 students 快呀 走了走了走了 好了 嗯 是江畔烟雨楼的鱼羹吗 哦 师父你真厉害呀 假期搬来以后呢 就把烟雨楼的厨子请了过来 这正是他的菌活哎 师父 哦 难怪啊 烟雨楼用的是四栽卤鱼 先用火熏过 然后再下羹 所以不但没有鱼腥味 还有一点炭香啊 嗯 啊 好味道 吃鱼羹 再喝烟雨楼的桂花香茶 那真是一绝了 师父眼睛看不见 所以对香味触觉啊 特别的敏感 所以他特别的喜欢品茶 师父明天我带你去喝香茶好了 好好好 陆师父 看来你对这里挺熟的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我曾经在这里待过几个月 师父的记性很好的 到过的地方 听过的声音嗅过的香味啊 都能终生不忘啊 这个 我刚才已经见识过了 那只是雕虫小技而已啊 师父的一双巧手呢 真是天下无双 我还记得我的小时候啊 家里的非常穷 师父呢 就给我做了很多的小玩意儿 我当时记得 有可以拍翅飞翔的蜻蜓啦 还有可以在水里摆摆油水的木头鱼啊 还有很多很多哎 后来啊 师父就收留了我 教我学手艺 把我呢培养成人 还把我喂得这么肥 哎 这个世上 我最佩服的就是师父了 他一生出来就什么也看不到 却能成为天下第一的巧匠啊 哈哈哈哈 哎 贾琪啊 啊 你怎么了 怎么一句话也没说呀 没怎么啊 贾琪啊 我虽然眼睛看不见啊 但心眼比谁看得都清楚 你一定有什么心事了 我告诉你啊 这天底下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 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鲁师傅 我根本没法跟你比 我只是一个败家子 我没有钱就什么事都干不成 你虽然眼睛瞎了 却比我有用多了 你们帮我好好地招待鲁师傅啊 我本来还想师傅能鼓励他一下啊 他怎么了 哎 一言难尽啊 啊 对了 仁儿 这里是不是就在凤窗隔壁啊 却师傅 这里就是藏宝库 你慢慢看吧 谢谢 不客气 鲁师傅是天下第一巧手 碰到这天下第一藏宝库 当然想好好地看一下了 想想 请弄点儿 你最拿手的桂花糕 给鲁师傅尝尝 是你自己想吃啊 还是想请鲁师傅吃啊 严大哥 抓红花道只剩下两天的时间了 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呢 着急得来吗 线索都断了 我们能做什么 据我估计 红花道还会再出现呢 什么意思 红花道洗劫一事 我也有所耳闻 想不到红花道能偷进这么精密的藏宝库里 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黄金偷走 喂喂喂 师傅你怎么了 没什么没什么 哦 笑什么 没有了 师傅你一直都比开眼的人更厉害的啊 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会用头撞墙啊 这傻孩子 我还有事情要办 明天我带你去和桂花香茶 好 其实 凤庄的藏宝库是我盖的 我早就猜到了 首先 你对里面那么熟悉 其次呢 藏宝库外面那个锁啊 我花了三天的时间才能参透各种的玄机 世界上我估计只有师傅你能造出那么精密的锁啊 那锁 我可是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设计而成的 我还以为 世间上不会有第二个人能明白各种的奥妙 你竟然只花了三天时间 就能参透当中选机 然而啊 你已经清出于栏了 你比我厉害多了 哪里啊 师傅最厉害了 傻孩子 怎么了 就是那藏宝库 我总觉得那藏宝库有点问题 什么问题呢 不知道 只是怪怪的 是有点问题 哎 别想太多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印象有点模糊 记不清楚 也没什么大不了啊 对 哎 对了 我千辛万苦 终于找到了诗传已久的鲁斑手精 就藏在家里 等你什么时候有空 我就给你拿来 让你好好参想参想 哦 你谢谢师傅 傻孩子 谢什么 你能有出息啊 师傅比你更高兴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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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琪啊 你一天没吃到 你一天没吃东西了 你是谁 谁呀 这 这 救命呀 救命呀 怎么了 老夫人 老夫人被人家走了 自打走了 也许是玫瑰的香味 让我尝到了爱的滋味 写下自己的防备 也给了你伤害我的机会 也许是我伪装不够完美 让你轻易看出爱的纯粹 我还在这里执迷不悔 而你已决定要远走高飞 而伤了你 我死心塌地 就算你抬了至少还有回忆 爱少了你 爱了自己 再美的回忆 也只是两兵的泪滴 A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